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 在台中這個過期 部長做市長的時候 有提出一個山海寬山的替露界外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查的 我們是跟部會跟這個網路上看的資料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部長 現在這個界外進行的進度如何 現在就是台中市政府 經過這個審査的一些意見 他在受監獄中 那針對這部分有間接到 這個經費的分攤 英文的模式 和一些開發的利益 現在在檢討的受盡當中 現在算起來之後 我們會盡快來審査 我們觀察到交通部跟台中市府的交通的過程 平均兩三個月都有這次的會議 但是我觀察最近已經超過五個月沒開會了 可以說一下現在困難在哪裡 現在因為地方政府 他希望說這幾月的意識都中央來出 現在的心災藥店 是有些配合款 這也感謝他要所謂的環狀化到高價化 他的優先順序 所以每一段 因為我做市長的時候 我比較積極在推動 當然現在市政府的立場有改變 我也要尊重 但是大家就是要再進一步來做一些協商 讓這些心災的聽說可以加快進行 經費的部分 我提出兩個建議跟立書的觀點 二十年前台中鐵路地下法跟這個高價法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台中市府要求說 我們不想出錢要中央出了 那後來幾月說 啊不然這樣 有的高價法 有的地下法 來現在中央 全部幫你補助 那個時候 黑市長市長就同意了 那我想 是不是立中央的立場 站在區域發展到這支部門桌的立場 我們可以零吃倒樓 替光靈不中的台中市府幫你倒閃一下 好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因為台中市 已經有這個山山的高價法 所以現在可以說在全國裡面 是第一的也是最優惠 這就是中央完全的補助 因為當時沒有做地下法 現在後來的這個館市要做的時候 其實高價法 他也是要出八個款 但是因為 山海要連線 其他的路線 現在交通部的政策 只要你是電器法 或是雙軌法 這個部分 屬於我們代替經濟發展的輸求 中央會來這個負責 整個都推動 但是 你要立體化 是要地下高價 你要吃什麼樣的 滿漢大餐或是要牛肉麵 這個地方 他必須要拚高他的財政力力 跟輕重反擊 所以我們稍微把它分開 中央會負責 我們的責任主動來推動 地方要進出的 他也要輸口到他的優先順序 他要出的這個配合法 我們來看看世界其他的例子 其中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因為我們的山海 觀察跟所謂東京 或是紐約的這種 都市的形式不一樣 我們比較適合高區的交通 所以有一種做法 叫做路提 就是用土鐵 用土的方式 探討的方式 上面做鐵路 他其實就是 類似個計畫的方式 但是他的費用 費用很多 那我也知道現在 高通報有一個 以前是714億的米案 這個方案 我們如果有土鐵 有的加上 酒米開發的效益 差不多是可以 拿降價到五百多七億 我跟體育局的 朋友來 當年來開會過 那希望高通報 來提出一個米案 也希望台中市府這邊 透過的廠站開發 以及增加自償率的西岸 那這兩個新的案 有可能比現在 香港民在想的 那個記憶 可以進行更近的 可以參考看看 我說明一下 台中的鐵路 有線線跟海線 線海要連線 現在最沒有海線的部分 如果是說要選過法 我覺得這是全國性 好像說發動鐵路要選過法 也是中央的覆蓄 這個 但至於說 他要用什麼形式 因為你勉強到 你如果沒有 廠站的地方 有的是要高架化 他才有辦法做都市縫合 但是有一些路線 不一定需要高架化 你說土鐵也是可以的 因為那個地方 沒有那個都市切割 影響交通的問題 這個確實 我們交通部的立場 就是說到底是 都要一些要合計劃 要做什麼程度 地方政府我們會尊重 也會協助 但是不可能說 完全地方都沒有負擔 這個配合款 因為這變成全國性 都要比照辦理 我做市長也不敢這樣要求 我做交通部的立場也是很一定的 對我來說 我的選區有兩基鐵樓 有兩條公路 就是公路 如果有山有海 有這個有機場 甚至還有隔壁的台中站 所以對我們來說 這個區域的發展 其實就是全國交通的一個重點 那當期以來 我們這個在這個選區 在這個區域 它的鐵樓 其實是包括過去 日本時代 甚至把大堂 當作是中部的 火車的調度長 所以過去 這個交通的重要的地方 可以希望說它的鐵樓的部分 它的這個未能基點 我們也知道已經正確了 那包括未來 希望可以更加重視 我們這邊的交通 因為包括我們 你看看線電路 那個 有的國豪在那裡 阿公載到小孩 和那個大車 繞車子做會塞在 這個線電路上面 其實看起來很恐怖 如果他們有一個好的鐵樓 好的公車 以及好的這個 百科的專門站 其實是對 對這個區域的發展 跟人民 都很好 所以具體 我們對海線的鐵樓 拿出四個要求 第一 希望說 雙線可以電話 雙方可以寬增 這是我想 部長真的拿出的進職記憶 那 其中有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說 希望可以 一點點四班 但是我的研究 應該有困難 小這個部分 我們跟鐵樓局來交通 第二 我們的專門的機靈要提升 包括 如果說我們火車不好 但是公車的路線 包括卡車的路線 其實這都是 當時要中央跟地方來配合的 其實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你說的很正確 其實鐵樓 我們 為什麼大多鐵樓 這追分車站 就是為那分歧 就是海線 一方面要跟山山黏的 一方面要從南部去 所以高通部 我們出這個議程 15億 把鐵樓跟新公車站 這個串連 它就可以下環就黏起來 這15億 完全是高通部負擔 現在都對分的 這個政策 又是單線 它沒有雙軌化 所以它產生調度上的困難 你說現在海線的這個 這個路廊 已經飽和 所以我們借助海線的路廊 跟雙線化之後 其實也解決了 雙一雙的問題 所以這個步伐 也是高通部 我們會來推動 但是在高計劃 涉及什麼程度 我們中央有一個政策 我們也在檢討 因為過去都說 自償率 這其實是鐵樓的收益 是鐵樓局 這個自償率的部分 我們在檢討 所以我想說 利用這個計劃 也跟委員報告 你關心這些問題 中央負擔的 我們不會提示 地方的部分也請大家跟他們合相 不可能說地方都沒有這個配合法 請教一下議長 因為現在已經當前 那我們的行政部門 不管在天災疫 這些是疫情的部分 包括國會 我們有自己本身 來應應到疫情的狀況 比如說 台北人風車 行政宜要怎麼辦 如果這個 戰爭補法 就是在天災聯合的時候 我們行政宜 可能會走去辦公 或是說用什麼行政辦公 或是說用什麼行政辦公 來開行政議會 所以 隨著疫情的發展 到什麼程度 應該做什麼安排 行政宜已經有做幾位 所以 隨著疫情發展 不一樣 會做不一樣的應對 我有向行政醫來調治療 包括說 他有說到 譬如說 我們如果說 使用網路科技的 要阻重 阻止 信息的安全 但實際上 社會不會說 他只要要求各個部門 自己要顧好自己的信息安全 那再來呢 是這個 用 用視訊開火的方式 其實我 我也建議 我也希望說 日本人家 可以 兩天來自行 這種的實施 因為說 如果有人來 黏著疫苗 比較來研究 我看時間會太慢 那但是 要說這個 主要是因為 我們行政立法的部門 都在台北 我們說有第二 實體的地點 來做比完 優美的部分 你說說 國部會的情形 都有 所有 可以怎麼分離辦公 的設計 和規劃 這都 國部會 後來的情形 行政會 對於 相關的疫情 應該怎麼有 分別辦公的規劃 也行政會有 批案 準備 三月 日本大地黨的時候 他們做出一個 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國土 國土 整個的事基點 要檢討 要通常檢討 多久要討論一遍 包括要發展到 副修都的系統 譬如說 如果當党 無大無地 停在海裡的時候 有辦法去其他地方辦公 所以在這道 疫情的地方 在疫情的 事基東下 如果台北 真正面臨方向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們沒辦法來辦公 國家的機器 不能這樣來停下來 希望說來研究 看看 是不是有一個 貝源首都的 方案 我知道 行政它有個部份 立法院 如果在台中有一個辦公室 所以 總之會 利用這個事基 來研究說 如果如果 台北 無法來辦公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其他地方 來做一個 貝源首都 貝格的部份 那我想 目前為止 行政 政治 經濟 信息 頂頂的 這個中心 都放在台北 這個 我們說 頭重腳輕 而且在交通的部份 過去 包括 決定要在 台北來做首都 如果是 日本人 決定 後來的 中華民國 來到台灣 也是決定要放在這裡 其實你看台北去 所謂台澎金馬的交通 它是 散型的輻射 但是如果 我們中心 思考台澎金馬的 這個地理中心 其實是 我們大土地 附近 包括 南島 所以過期 省議會省政府 我們也放在那裡 在交通的 蘇聯上面 在區域 平行的上面 在風險 噴震的 立場上面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利用這次的機會 來檢討 看看 這個 首都檢壓 立運先行的方案 那 這個東西 不是說 要把台北盤扛 但是 包括 兩位都有做過 立法委員 過去 我們的這個 委員會 勞推的部分 這個 大小境的部分 甚至 說 說 這個 觀光的 立場來看 如果我們去美國 華盛頓 華盛頓 你會覺得說 不然來看一個紙牌 有的 來看一個白宮的 來看一個林肯的 但是來到台灣 外國人 很多來 來這個 立法院觀光 所以 是不是可以用一個 以台灣 租貸 以台灣交通 以台灣重心 海洋國家的一個 循環 來思考到 我們國會 是不是有 可以刷所在的必要性 說這不是 給大家 說這是 因為 從理工一二年開始 以前的說要簽華山 要簽其他地方 台北頂頂 都有說過了 理工一二年開始 台中的立法委員 中南部的立法委員 包括 坦白說 現在國民黨的董主席 台中企業市長 包括 我們部長 以及其中分議長頂頂頂 大家都有提出過 是不是可以來 討論這個議題 但是 從理工一二年到這樣子 行政部門的回覆 都是 再討論看看 再研究看看 那我想到這樣 也八年了 是不是可以說 明確來講 要簽不簽 啊 簽這個簽國會的可行性評估 可以 不行 由點 因為 我看過期的討論 結果都是 民意還沒有凝聚 但是民眾 根本不知道簽的好處 跟壞處 在哪裡 我們很難去 推薦這個議題 好壞都跟我說一下 包括這是部長 我想進來 一個中待的 政策記憶嘛 那 過去 有可能因為 怎麼會提 這個國民黨 民進黨 有提出過 共同之後 沒有結果 我們現在有一個 工程不必在我 但是希望這個議題 可以繼續推薦 這對到 風險的分散 包括少年人 包括處境 包括 富裕的平衡 發展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以邀請行政議員 再討論看看 好 感謝委員 發表 進步規意見 其實 台灣 國土要怎麼整個企業 要怎麼發展 這 建人建地 討論很多 是 應該 要怎麼收拾 減壓 要怎麼 讓我們 企業安全 頂頂 這 如果國會傳 這 homework 要怎麼發展 沒甚麼 都 這